目目 故事世界 摸摸摸 摸摸摸摸摸 摸摸摸摸 摸摸摸摸 不要學我 嘿 不要學我 嘿嘿嘿嘿 欸 欸 貝貝表姐 貝貝表姐 咦 夸夸 你還隨身攜帶麥克風啊 為什麼要帶麥克風啊 因為我最近很喜歡唱歌啊 你最近喜歡唱歌啊 你最近喜歡唱歌啊 咦 這個麥克風好酷喔 可以把聲音放得好大聲 拆掉舊房子 改起新房子 拆掉舊房子 蓋上新房子 耶穌耶穌 不只是母家的兒子 耶穌耶穌 不只是母家的兒子 奇怪 是回音嗎 還是 是麥克風的效果 耶穌耶穌 不只是母家的兒子 耶穌耶穌 不只是母家的兒子 耶穌耶穌 不只是母家的兒子 耶穌耶穌 嗯 好像不是啊 耶穌耶穌 好像不是麥克風傳出來的 你是誰 你到底是誰 你是誰 你是誰 你到底是誰 我問你 你是誰 為什麼一直學我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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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誰 為什麼在這裡 還一直學我 哥哥 呃 呱呱 呱呱 這是我弟弟 米兒啦 啊 他是你弟弟 卻不學你 為什麼一直學我啊 我本來唱得好好的 害我都不能開心的唱完 呃 不能唱完也很好啊 你說什麼 你說什麼 啊 不要學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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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說 不要一直學我啦 我說 不要一直學我啦 蛤 狗狗 狗狗你幫幫我啦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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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他不要一直學我 我也覺得他很可愛的 呃 米兒 哥哥和你說過什麼 呃 呃 呃 米兒 呃 你要乖乖才行啊 不然下次哥哥就不能帶你出來玩了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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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親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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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角到天秘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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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我會有那麼多的事情要做啊 呃 我還有小提琴 英文 我媽媽 還要我幫忙倒垃圾收房間什麼的 而且還有好多功課 你應該還好吧 你是學霸欸 那麼聰明 做什麼事情都超快的 哪像我啊 唉呦 我真希望我有一個 哆啦A夢來做我的幫手 欸 我看你是想 什麼都不用做 什麼都幫你做好 什麼道具都能變得出來的幫手 對不對 對 對啊 要是有就好啦 那 你可就 什麼都不會啦 我看 我們還是 好好的做學生吧 蛤 唉呦 嗯 說到學生啊 你們現在都是學生 我們每個人啊 也都做過學生 如果你們是老師 那你們覺得 學生應該是什麼樣子的呢 欸 欸我說的是真正的好學生喔 真正的好學生嗎 嗯 嗯 最重要的是要清楚知道自己在學什麼啊 嗯 摸摸 嗯 這個問題 我不太想回答欸 蛤 因為如果我說了好學生應該是什麼樣子 那我不就得做到好學生的樣子了嗎 問題是 你真的知道嗎 那當然啊 我是誰啊 你是何可可啊 嗯 但是不管你想不想說你都是學生啊 既然這是每天都會擔任的身份 何不趁這個機會好好的想清楚呢 對喔 嗯 如果等我們老了再來想的話 不就來不及了嗎 嗯 也不是來不及啦 每個人都是可以活到老學到老的 像木木現在雖然不是學生了 還是要學習很多東西很多事情啊 但是 專心只做學生 大概啊 只有你們現在這個年紀囉 喔 那好吧 那來吧 我可以想出很多喔 好啊 來啊 看看誰想到的多 嗯 好啊 嗯 如果我是老師 嗯 我覺得好學生 嗯 至少要聽得懂要學的事情 也要聽得懂老實在說什麼 嗯 所以我們的語言得要通啊 不然 我還得先學會他說的語言耶 嗯 對耶 得要能溝通 聽得懂清楚的指示 對不對 嗯 很好 那還有呢 還有 如果我是老師的話 我覺得好學生是 嗯 聽清楚指示以後 不光是聽 更重要的是照著做 如果不做 聽也只是白聽 喔喔喔喔 還有 剛開始學 或是剛開始學著做的時候 不要自作主張 東改西改的 我們之前 在學校的小組裡 有一個同學 請他準備杯子 他偏偏要準備盤子 蛤 結果 我們要裝的水 全都灑出來了 唉呦 那樣超氣人的 嗯 對啊 還不能自己的意見太多 得要先學紮實才行 等到學紮實了根基 那個時候啊 才可能談到做新的變化啦 嗯 喔我想到了 嗯 還有 不能初心啦 嗯 好學生得要很細心 很仔細喔 嗯 之前 我的朋友說 我做的小積木很棒 嗯 要我教他 我跟他說 那是要看著說明書拼的 所以 我叫他負責拼一部分 我來拼另一部分 嗯 好好照著說明書拼 之後合在一起 就會看到成品了 嗯 結果 他只想自由發揮耶 我跟他說的 他都愛聽不聽的 一直說 他會他會 叫我不要一直提醒他 嗯 好啦 最後他拼的部分 和我拼的這部分 怎麼樣都合不起來 因為一開始就錯了嘛 結果全部都要重拼耶 還說要學 真是氣死我了 哇 說明書不肯仔細看 不肯聽可可老師的勸 還沒有耐心聽提醒 哇 那真的是會越幫越忙 也沒有學到 真的應該要學的地方耶 唉 說真的啊 不只是在學校的時候 是學生 生活中 學習任何事的時候 把自己當作是學生 用謙卑學習的態度 才能真的學得好喔 但是 學生是不是 最好還要能 舉一反三 也不能光只是 copy模仿呢 嗯 等到啊 基本功真的是學會了 之後如果能夠好好的應用出來 那就真的是很棒了 嗯 哇 原來要找到真正的好學生 還真是不容易耶 嗯 是啊 你是一個願意好好學習的好學生嗎 如果你自己是老師的話 你會希望你的學生是什麼樣子的呢 是不聽話 很有意見 粗心大意 還是遵守指示 反應靈敏 勤快主動 不偷懶的呢 還有 你們知道耶穌的學生是什麼樣子的嗎 嗯 耶穌的學生 嗯 耶穌的學生 他的門徒是不是就是他的學生啊 是的 門徒啊 就和學生一樣 門徒和老師的關係 可以說是更加的親近 他們長時間跟在老師的身邊 聽他的教導 也在生活中實際的活出來 那門徒們是什麼樣子的學生呢 嗯 那我們就一起來聽今天的故事吧 哈 有一天啊 耶穌在加利利的海邊走路 他看見一對兄弟 一個名字叫西門彼得 一個名字叫安德烈 他們倆都是漁夫 正在向海裡灑網 漁夫是釣魚手嗎 嗯 漁夫啊 是以捕魚為工作的人 他們捕到魚了之後 可以拿去賣的賺錢養家 魚抓的越多 就可以賣的越多 賺更多的錢啊 這天啊 他們正在認真工作的時候 然後 耶穌看到了他們 就呼喚他們 西門彼得 安德烈 彼得和安德烈聽透了 回頭一看 欸 是耶穌耶 耶穌對他們說 你們來跟隨我吧 我要叫你們 德仁如德魚一樣 德仁如德魚 這什麼意思啊 過去啊 他們是捕魚的漁夫 灑網捕魚的時候 是不是有好多好多的魚啊 德仁如德魚的意思就是說 當耶穌呼召他們 跟隨他 成為他的門徒 學習和他一起去向更多的人 分享好消息 認識敬拜上帝 從今以後啊 因為他們傳福音 而認識真神的人 會比他們以前捕的魚 還要更多更多的意思 嗯 嗯 那你們猜 彼得和安德烈 會跟著耶穌 還是先忙再說 不理會耶穌呢 嗯 他們在捕魚 正在忙呢 大概應該會請耶穌 先等一下吧 嗯 對呀 捕魚是他們賺錢的工作耶 不賺錢就沒飯吃了 那是對他們來說 是很重要的事耶 我也覺得 他們應該會請耶穌 等一等吧 可是沒想到啊 彼得和安德烈 一聽到了耶穌的邀請 立刻放下了自己 討生活的漁網 聖服耶穌的呼召 跟隨耶穌的腳步 他們非常希望能留在耶穌身邊 學習 他們想要更加的知道 耶穌是怎麼樣愛上帝 順服上帝的 這兩個門徒就跟著耶穌 耶穌走到哪裡 他們也跟到哪裡 哇 那太好了 耶穌這樣就有彼得和安德烈兩個門徒了 之後應該還會有更多的門徒跟隨耶穌 對不對 是啊 耶穌和他的門徒繼續向前走 走著走著 在前方看到另一對兄弟 那對兄弟是雅各和約翰 這兩個兄弟啊 和他們的父親西比泰 正在船上捕網 正是忙著的時候呢 耶穌同樣也呼召了雅各和約翰 邀請他們跟隨他 成為他的門徒 結果怎麼樣呢 嗯 剛才我們都以為 他們應該會先忙完 他們手上賺錢的工作 請耶穌等他們一下 結果彼得和安德烈 竟然是馬上就跟從耶穌了 那我想雅各和約翰 應該也是很快就跟著耶穌了吧 對 我也猜 他們也很快就回答耶穌說 好 嗯 沒錯 你們很聰明哦 在聖經裡看到 他們都很快的放下手上的工作 立刻捨了網子 立刻捨下了船 和他們的父親說再見 跟從了耶穌 哇 他們都沒有說 等一下 我在忙 我還有什麼事要做 都是立刻 馬上就很樂意的 成為了耶穌的門徒耶 他們都是很高興耶穌找到他們 成為他的門徒耶 嗯 這樣耶穌就有四個門徒了 嗯 接下來的日子啊 耶穌又呼召了好幾位的門徒 其中像是立位 也叫做馬太 他本來是一個稅吏 稅吏是什麼呢 稅吏是為羅馬政府工作 專門向自己人收錢的猶太人 而且啊稅吏還會比應該拿到的錢啊 拿得更多 那些錢啊 常常都是不誠實的收取稅金 所以啊 大家不但是討厭稅吏 更把稅吏看作是非常壞的人啊 啊 馬太本來是個人人都討厭的稅吏哦 嗯 那他怎麼可以做耶穌的門徒呢 對啊 耶穌不是要找好學生好門徒嗎 稅吏如果是壞人 他也成為了耶穌門徒 耶穌的名聲不就變得不好了嗎 嗯 是啊 我們啊一般都會這麼想的 但是耶穌看到了當時名字還叫做立位的馬太 也呼召了他說 你來跟從我吧 哦 馬太該不會也是立刻馬上 就放下了一切跟從耶穌 沒錯 而且啊 他是撇下了所有 一點也沒有拖拖拉拉 也沒有捨不得的起來就跟隨了耶穌 他非常高興的在自己的家裡 為耶穌舉辦大宴席 請他做稅利的朋友們一起來吃飯 法利塞人和文士看到這個情景就很不高興 向耶穌抱怨說 嗯 你們怎麼可以和稅利還有罪人一起吃飯呢 法利塞人的意思啊 就和我們剛才想的很像 耶穌怎麼可以和不誠實的壞人在一起呢 對啊 那怎麼辦 耶穌要怎麼回答他們呢 嗯 耶穌說啊 沒有生病的人不用看醫生 生病的人才要看醫生 嗯 嗯 生病的人是要看醫生 這對啊 但是這個跟耶穌和馬太 還有他的稅利朋友們一起吃飯 有什麼關係啊 耶穌啊 接著說 他本來就不是來找完美無缺的壹人悔改 而是找罪人悔改 那你們想 這世界上有誰不是罪人呢 嗯 沒有耶 嗯 以前姆姆說亞當夏娃的故事時 就說那時罪就進入了世界 所以從那時候起 我們每個人都是罪人了 所以我們每個人都需要悔改 都需要認識耶穌 哦 馬太以前是壞人 認識耶穌以後就改過 不再做壞事了 我們本來也都是罪人 相信耶穌以後 罪就洗淨了 也不要再做不好的事了 只有耶穌的保險 可以洗淨所有罪人的罪 哇 你們兩個都是好學生哦 摸摸在講故事的時候 你們果然都很專心注意 聽到重點還會融會貫通 真棒 嘿嘿嘿嘿嘿 彼得 安德烈 雅各 約翰 馬太 現在耶穌有五個門徒了 接著耶穌繼續的找尋和呼召 跟隨他的門徒 願意跟隨他的門徒 一共有十二位 耶穌傳講福音的時候 這十二個門徒在一起 專心聆聽老師的教導 耶穌行神蹟的時候 這十二個門徒一同見證 他的奇妙和大能 耶穌安慰鼓勵人的時候 十二個門徒學習耶穌的熱心和溫柔 當有不討神喜悅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這十二個門徒 因為學習耶穌的教導 他們知道怎麼樣做 才是真正的討神喜悅 耶穌非常愛他的門徒 門徒也愛他們的老師 門徒跟在老師的身邊 一邊學習 一邊也做著如同耶穌所做的工作和使命 帶領許多許多許多的人 認識真神認識耶穌明白真理 然後十二個門徒就 大人如多雨一樣了 耶穌的門徒立刻馬上放下手上的事情 和工作就跟從了耶穌 這個我真的覺得好酷喔 嗯 我也是耶 我還以為他們會像我們一樣 等一下 等一下 喔 你也會喔 對啊 像每次到禮拜天早上 媽媽說 貝貝我們要去教會敬拜神 不要遲到喔 我 我還會賴床 和媽媽討價還假 可不可以再多睡一點 喔 我跟你說喔 有時候我們家還會因為誰去教會的動作太慢 還吵架耶 我們也是 啊 我以後 禮拜天想要多睡一點 一定要想到門徒 我以後也要立刻跳下床 馬上動作神速的準備好 我也要 我也要準備好跟從主耶穌 嗯 神啊不會因為我們偷懶不去教會敬拜祂 祂就會缺少榮耀 但是我們卻會少了敬拜祂的機會 少了親近祂的福分 還有改變自己的機會喔 別看啊 在外表上 我們好像要比不認識神的人付出很多 又是禮拜天早起 又是要敢動作快什麼的 當你發現啊 因為被神改變 有了新的生命 就像馬太有了不一樣的改變 那可不是一時的偷懶 可以換到的喜樂喔 嗯 我也要學門徒 立刻馬上跟隨耶穌就行動 我也要 我們是耶穌的好學生 嗯 那我再打給你 提醒你起床喔 好 那你禮拜六晚上早一點睡 嗯 太好了 感謝神 那我們一起把手合起來 眼睛閉上 用心的來禱告吧 親愛的主耶穌 謝謝你 讓我們學習到 門徒樂意跟隨你的行動和榜樣 十二個門徒跟隨耶穌 幫助人認識真神 也認識了神的兒子 是主耶穌所帶來的好消息 求主幫助每一個聽故事的孩子們 不但聽了故事 也能夠真正的有行動 每一天跟著耶穌的腳踪行 奉主耶穌的名祷告 阿嬤 小朋友 以前的人啊 傳福音跟隨耶穌 都得穿著草鞋在沙地上走 而且要走好遠好遠的路 才能到下一個地方 不像現在的我們那麼的方便 今天的故事告訴我們 當耶穌呼召門徒 他們沒有說一聲等一下 或者是扭扭捏捏拖拖拉拉的 他們是立刻起來就跟著耶穌走了呢 你呢 你半天早上參加聚會 或者是需要改變壞習慣和想法的時候 要不要和貝貝可可一樣 現在就願意開始改變呢 不要忘記哦 立刻馬上就可以行動的 下一集我們繼續來聽 耶穌四處傳道 傳講好消息的故事 我們下次木木故事時間再見囉 拜拜 再見再見 天父謝謝你告訴我 親身堅定告訴我 夜晚雖然那麼黑 世界雖然那麼鬧 我是你親愛的寶貝 是你眼睛中的童人 是你眼睛中的童人 你所親愛的敵人 按水 按水 你所親愛的敵人 按水 按水 你所親愛的敵人 按水 按水 你所親愛的敵人 你所親愛的敵人 你平安人 睡覺到天敵人 睡覺到天敵人 睡覺到天敵人